沙巴斗湖一名男子杜河失踪 经过搜索终于找到遗体 初步怀疑他是被鳄鱼咬死 斗湖消整局昨天早上借货投报 指一名52岁男子在甘榜乌丁河杜河时失踪 消整局和警方以及其他单位赶往现场展开搜索行动 一直到今天中午1点半才找到失踪者 但他已经死亡 综合图报者的说法怀疑是被鳄鱼咬死 遗体已经交给警方